准备200克糯米,加入清水淘气几遍 最后加入清水,浸泡四个小时 准备四个大鸡腿 使出你的洪荒之力,把鸡腿斩成鸡块 鸡腿切好后,放入漏篮里面 再用流动的清水,把鸡腿洗干净 多洗几遍,把血沫洗出来 然后准备一颗鸡蛋,打入碗中 先把鸡蛋搅散 搅散之后倒入鸡腿里面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匀后加入一大勺淀粉 再次搅拌均匀 油温五成热,下入鸡腿 开中火慢炸 鸡腿这样炸一炸,可以锁住内部的水分 吃的时候会无比的鲜嫩 炸至表皮微微发黄就可以了 然后捞出控油 把它放入大碗中 现在向里面加入一大勺料酒 一大勺生抽 一大勺老抽 一大勺蚝油 两勺腐乳汁 一勺黄豆酱 再加入一勺白糖 最后加入一勺黑胡椒粉 把所有调料搅拌均匀 腌制三十分钟 糯米也已经提前浸泡四个小时了 把泡好的糯米放入腌好的鸡肉中 搅一搅,使两者充分融合 直到每块鸡腿上面裹上一层糯米就行了 然后粽笼上面,铺上两张洗干净的荷叶 没有荷叶的话可以用家中的大盘子 再把糯米鸡肉倒进来 再用筷子铺的厚薄均匀些 这样都容易熟透 最后用荷叶包起来 盖上盖子 水开上锅 开中小火蒸三十到四十分钟 时间到我焖起出来 哇,好香啊 满满的荷叶香 真的是太香了 再加点葱花进来 糯米和鸡肉这样做 既当饭又当菜 饭和菜都有了 鸡肉鲜嫩,糯米入味 真的是超级好吃 而且做法还简单 自从鸡腿学会这样做之后 我家至少一周吃一次 真的是太好吃了 可以先收藏起来 有时间的话做给家人吃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观看